請市府的各位所長就位 封議長致命向大會報告 今天簽到出席議員以達法定開會而訴 現在請主席張議長宣布開會 盧市長、楊副市長、市府各機關所長、本會議員同仁、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大家好 現在開始開會 謝謝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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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5日為第三次會議 1.討論市政府提案、議員提案、人民請願案 2.三讀議案、第二三讀會 3.臨時動議 4.閉會 以上 請賴教會 賴教會議員歡迎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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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時動議員ique 主席 主席 9.32 排隊 整個 主席 我們先完成今天的議程後 好,謝謝十分鐘 請束縛所長就位 好,那我們請議長 我們先完成今天的議程 在三讀會、第一讀會後增加有關指風車議題 再請各位同仁歡迎 好,繼續 謝謝 好,備查 好,繼續 三,台中市政府108年7月29日 府售密連字帝1080179222號韓 有關本府提案 修正台中市私有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增自治條例等計22案 如附件 會請貴會於第三屆第二次臨時會審議 令簡送書面提案資料各250份 請查照 如意見 提案第一號法規案列入三讀議案 其以交付相關委員會審查 好,繼續 報告人民請願案 報告人民請願案 本會期既有 請法制地001-004號 請教制地001號 請交制地001號 及請警制地001號等期案 請法制地001號至004號 本會第三屆程序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決議 應涉及本會開會相關辦法修正 由本會法規研究室研議辦理 以上四案不成案 其以三案成案納入議程 如意見 以上三案交付相關委員會審查 好,繼續 三讀議案第一讀會 市政府提案第一號案 簡送修正台中市私有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 地價稅及房屋稅 檢增自治條例草案盡情審議 沒有意見 以上完成一讀交付法規委員會審查 好,繼續 好,繼續 再來有各位同仁有意見的話請可以舉手發言 請賴家威議員發言 好,謝謝主席 前幾日指風車來台中表演被取消的事件 市長 其實這個事件其實起因應該是起照於前幾日有關於羅議員 他有要使用學校 然後 然後他這個是使用學校 然後他發了一個新聞說有其他議員 也就是指正議員 然後他介入指政治黑手介入 然後特權威脅導致他無法使用學校這個事情照應延續 照應的延續 然後這件事情的延燒到後來使學校有寒蟬效應 而這個寒蟬效應的延續 變成好像整個市府全部都說 你們誰來都不行了 好像是這樣 我們片片看起來是這樣 但是我們實質上來看 其實是所有的人都為了對所有的藝術表演團體貼上了政治標籤 今天我們來看這些藝術表演團體 其實很多的民意代表都受惠於這樣子的藝術表演團體 拉抬了民意代表的身價 我們怎麼講 因為民意代表為了要利益地方的民眾 可能會邀請這些表演團體來做表演 無論是指風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藝術表演團體 為了邀請他們可能會去募款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 無論是市長你本身或者是其他的民意代表 都會有這樣子的邀請人 也曾經掛名在這些表演團體的文宣上面 所以說今天其實本席很想請市長 起來再說明清楚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事情 或者是什麼樣的一個標準 才能去升起學校的用地 而且為什麼會有新聞報導說 學校說使用學校場地付費有錯嗎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新聞報導出來 又為什麼反覆的外面有聲音 也就是在於前面有其他的議員在關切 就是關於使用學校的一個標準的時候 會有其他的人在講說 這個叫做政治黑手介入 到底學校場地申請的標準是什麼 那麼一個警局掛主辦 一個警局掛主辦 好 時間到 好 時間到 好 請市長 待會兒一起說好啦 好 再來請陳廷秀議員歡迎 好 謝謝主席 大家好 我想對子豐車這個劇團這個事件 我個人有很深的感觸 因為子豐車長久以來 其實真的是 是一個非常公益的社團 但是這個可能說是早期 但後期真的是有一些辯子 因為我本身有深受其害 就是在去年在選舉前 就是在我們這個地方選舉前夕 我本身在我們那個 我服務處前面辦了一個 這個問證說明會 結果原本子豐車劇團 跟我們某地方 就是也是 就是地方的議員 跟副院長他們是有一些連結 原本不是要在我那個 那條路上來辦 結果因為我在那邊辦問證說明會 改到我們中港體育館來辦 目的就是要跟我重疊 目的就是不希望我那個紳士做起來 所以我當時 但是我們很清楚 那天 結果我的人也沒有出子豐車了 所以我要告訴賴議員 跟各位有意見的同仁 事實上子豐車之前 真的是一個非常優質的團隊 沒有受到很多政治的干擾 但是後續 我想這個應該是什麼問題 資源的問題 後續誰執政誰有資源 他變成說他要受制於這個資源的分配 所以說不得不去配合 所以說這個大家很清楚 不用講那麼多 所以說我們今天議事堂 我們就針對我們很多議案要提出討論 如果這個要市長回答的部分 我可以帶市長回答 真的後續有被干擾 我這個可以 我可以作證 因為我本身就是受害者 沒有什麼好講的 以上報告 再來請司博星議員發言 感謝主席 前對這個子豐車 十久來 我一直覺得說 在這個 剛才我們很多議員也在建議 說不然後來校銷的都賣 這樣就很麻煩 對不對 我們這個東西市長也有水面過 市政府也已經有 這個台大也表示說 以後 這個也會做一個修正 這部份 我是覺得說不需要再說過 因為 這個是未來的 中央這是中央 大家都很清楚 你中央來的 東西 地方這些議員 尤其是拿軍的你就一定沒有 這個未來 你如果說今天我換我們國民黨之前的時候 後來不是 還是換你們統治 這不是一樣的意思 對吧 所以這就真的不要再說 你後天 你如果說來 你有統治我們地方的不分案 你全部邀請 未來 犯南軍之戰 也是一樣 全部邀請 這是政治人物的態度的問題 哪有需要在議事當中 在這裡說 感謝呢 總議 主席 我總議你們這就做一個 解決就好了 再來請曾公金議員歡迎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主席 本身是建議說 後來 我們所有的父母 只要 如果要把父母照 調問什麼好 因為 這次的起因 是因為 我們議會 議員 議員 去把父母騙 用一張無事實 的申請書 去把什麼主辦單位 什麼叫 台中市 第三分局 主辦 要來講這個交通議題 結果 整黨內區發的檔是什麼 主辦單位 台中市 某 立法委員 候選人 服務處 台中市 某議員 服務處 主辦 把建設局 放在 協辦 把成功國小 放在協辦 無謂的事情 三個黑白本 兩張 會對照 所以本身 拿這張 去把成功國小說 欸 怎麼差這麼多 啊我扮 公敬叔叔說故事 不然把我接受 還要做 說什麼 你 與選舉有關 不宜介入 啊我請問 本社只有一張電話去給他們總務處而已 所以 做菜的 發兩菜 說什麼 政治黑手 深入 既然把校長強迫 要叫校長來 議會 備順 我到現在要不要卡電話 進去 成功國小 他自己做策心意 轉轉去公園 今天的市因 是這樣 這個子豐車在哪裡 完全不關 完全是議會 議員 用不同的手段去欺騙學校 再造成今天的子豐車 下半局 我是不是請市長 你已經度假了 這個子豐車 跟學校租這個場地 應該都有很明確的規範 包括黃國書議員 在大致國小 辦 人家也有租 這個議員 為到 這個議員為到 要升 那個祖金 現在用騙說 建設局 要去跟祖 的門 去供申請 今天去起訴 成功國小 發言 兩張海報 不一樣 這麼快 卡電話去擋 什麼叫做 議員 叫 沒有啦 最後再解釋 現在同一個議題 再來請黃建南議員 歡迎 議長 各位舉數長官 各位議員同仁 各位媒體好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這個 討論這個子豐車 我相信 大家看到很多媒體報道 最主要是說子豐車 當然認為說 台中市政府 過去的標準 跟現在的標準不一樣 卡在什麼地方 卡在說 行政單位有沒有辦協辦 行政單位如果掛協辦的話 他這個場地費 可以省下這個租金 免收租金 子豐車的意思是說 過去 不管是胡志強市長時代 還是林佳龍市長時代 他們都沒有問題 所以說 要求盧秀燕市長 能夠來比照辦理 但是我想要 問大家一個問題 盧秀燕市長當市長以後 難道子豐車劇團 就沒有在台中市辦過表演了嗎 那這個過去跟現在的標準 差別在哪裡 我有請同仁整理一下資料 這個 有請這邊提供資料 子豐車劇團 從今年1月9號開始 到今年的7月20號 也就是兩週前 台中市總共已經辦了9場的子豐車的活動 不管它是公益活動 還是收費活動 台中市辦了9場 那請問這9場 為什麼都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 這兩天會有問題 真的是教育局的問題嗎 還是有別的考量 我今天不是要針對子豐車劇團 只是說他們竟然跳出來講話 那我想釐清嘛 台中市政府對於這種藝文活動的表演 到底標準有沒有不一致 如果說過去跟現在的差別 如果你要從換市長來做考量的話 那從這個事實證明看起來不對啊 如果換了市長之後標準就改變的話 那為什麼從今年1月到今年7月 辦了9場都沒有爭議 那為什麼未來還有兩場會有爭議 所以我想要請大家去釐清一下 到底這個差別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那再來 我們也希望說 既然這個東西被提出來了 那市府是不是能夠來統一標準 校園的教育自主 當然我們都需要尊重 大家也都認同說 原則上 大家都認同說 這個政治要退出校園 那今天會有這個風波 不管說剛剛 比如說剛剛鄭議員提到的 這個可能是 他們這些選區的問題 還是說今天指風的跳出來 指控市府不公平的問題 那今天市府對於這個教育局 對於這個學校租借場地 第一個是 對教育局知不知情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我們教育自主 那公有聽設的管理辦法 是不是有一致的標準 是不是只要有政治人物 有民意代表 要租借場地 要借用場地 行政部門為了行政中立 所以他就拒絕 或是說他沒辦法來掛協辦 這樣的標準 能不能定清楚 如果定清楚的話 是不是未來 或是這一次就不會有這個風波 我們希望市府 好時間到 再來請林德宇議員發言 謝謝議長 我想今天來談這個指風車衍生的事件 非常的這個痛心 好好的一個劇團的演出 這個8月10號11號 上面也沒有任何的這個政治人物 或服務處的這個主辦或協辦 那為什麼為什麼這個指風車 他會發了那麼大的這個聲明稿 來說他取消 甚至連未來都不願意進來 我想請教一下盧市長 這件事情您事前知情與否 還是您當天看到的新聞才知道說 原來我的這個台中市政府 有豬隊友在扯你後腿啊 我相信盧市長您對議文活動的支持 這個不用我們再去論述 甚至包括去年選舉前 11月10幾號的時候 你當時你也跟這個江啟成委員 還有你的服務處 聯合掛協辦 進到了豐原的這個學校裡面去做演出 所以我相信 大家對於政治跟這個議文活動 本來就有一條線 大家也都很清楚 那現在就是說 這半年來為什麼指風車劇團 會認為說市府處處杯葛 處處刁難 一定是有外力 或者是有黑手 從中做梗啊 所以我要求也要請盧市長 你清楚的來說明 這件事情你有沒有下令 如果沒有下令 到底是文化局還是教育局 受到怎樣的外力 非得針對指風車在這個以往辦的都OK的活動 要去做杯葛 讓我們第一線的校園 讓我們第一線的學校辦起來覺得有長官的壓力 我支持使用者付費 該進去學校 不管是立委不管是議員 大家都照一個標準 該收費就收費 但是如果有外力的揭露 點名說 誰哪一個劇團 就是不能進到校園 那我覺得 這個就是政治黑手來介入啦 所以這個部分一定要請盧市長 你要來清楚說明 這兩天我們看到您的這個危機處理 非常的快 當天晚上八點你就發了五點聲明 但是我要跟市長報告 第五點我覺得有待商榷啦 大家不是在火上加油 事情是誰搞砸的 難道是我們去破壞的嗎 那我們共同來關心 為什麼要說發言的人叫做火上加油 大家都希望兒童劇場 聽到孩子的歡笑聲啊 那市政府裡面一定有人 理應外合 到底外部的力量是哪一個 哪一個勇敢說出來嘛 對不對 以上 好 再來請羅天委議員歡迎 市長 各位局所長 媒體先進大家好 那剛剛竟然有被點名齁 今天我要來揭露 真正的政治黑暗 來讓大家知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子豐車發生的那一天晚上 有一個立委 他點名唾棄市政府 他說他辦子豐車 完全沒有置入性行銷 不發文宣 我們可以看到 大智國小還有大同國小 他不穿身上任何沒有候選人的背心 但是他高高掛起三層樓高 黃國書叔叔 懇請支持 大家都是成年人 大家都是明眼人 你知道他要幹嘛 大家都知道 但是事情就發生在八月三號之前 鄭公敬議員 他介入了成功國小 以及例行國小 一個親子活動 來真正的阻擋了 我們孩子的親子文化教育活動 現在我準備發放這個錄影檔 讓大家聽聽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我們基層人員 這麼可憐 主動是 請準備 我們那邊有打字幕 請看下面 後來他助理有打電話給我 他就是會質詢 他就會質詢我的長官 你說與其 與其讓我的長官去接受 這比我自己去更 更可怕 對啊 對啊 好大的官威啊 所以蔡明昌 是蔡明昌打給你 對不對 那個助理 對啊沒錯 是他打給我的 而且他們 他還來罵我 明明就有 對 剛開始 然後我那天接到他的電話 我真的是崩潰了 這樣子一直在吹傷我 我真的 他打給我的時候 我真的痛 我真的 非常難過 真的 我從來沒有願意要傷害任何人 我跟你講 我一定會跟李忠用我們的 能力 去保護你 好大的官威啊 民野 神 民進黨 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 一個助理 如此大的官威 如果沒有議員授權給他 他敢用這樣子的一個身份 去壓榨 去逼迫 去追殺我們的基層 公務人員 我們的教育局的人 承辦 如此之行為 我對於 這樣子 才是我們指風車 真正發生的主因 因為 整個校園團體 開始 風聲喝力 開始 每一個 高層 交往過正 導致 我們沒有仔細的去審核 這樣子 公益單位 開始 多一次 不如少一次 市長 面對這樣子的基層公務人員 被逼迫 壓榨 我希望你硬起來 也保護 請坐 再來請黃守達議員歡迎 主持人還有我們各位議會同仁 我很珍惜我們今天在這裡共同討論的這個機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發言 全部都有影像 來做記錄 我們的發言 全部 都會向歷史負責 剛剛所提到的種種問題 各種指控 全部 都攤在陽光下 讓大家檢視 所以我感謝主席 給我們有這個機會 一起來討論 這個議員團體 公益 公益 表演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想 市長 你應該很清楚 當子豐車這個事件爆發之後的嚴重性 不然 你也不會在這麼短短的時間內 道歉這麼多次 剛剛提到的很多問題 很多寒沙攝影的指控 很多影射 其實我覺得在這幾天 的各種討論下 已經是非常明顯 都市長 你以前也辦過啊 江啟成委員也辦過啊 剛剛提到的黃國書委員也辦過啊 所以舉辦這個活動 根本就不是什麼問題 舉辦 這個活動 借用學校的場地 剛剛也提到 這也是過去行之有年的事情 所以今天 為什麼大家會站出來 包括剛剛鄭空進議員 他所提到的那些問題 包括剛剛林德宇議員 所提到的那些問題 為什麼大家站出來 就是因為過去 好不容易 在每一屆市長 每一屆民意代表 每一屆議員 好不容易累積出來 形成的這個慣例 這個準則 過去都沒有問題 剛剛黃建豪議員有提到啊 今年前幾場都沒有問題啊 為什麼這次會有問題 為什麼這次有問題 就是因為 有一些 喔那個水準不夠的議員啊 在別人講話的時候 到處插話 然後指控 還有變身的那個 因為這些問題 因為這些問題 主席 樓宇議員請坐 沒有水準的議員 打斷我的發言 可以把我的時間還給我嗎 樓宇議員請坐 還給我30秒 主席 現在18秒 幫我加回到18秒 繼續繼續 所以獨森市長 拜託你 子豐車已經說了 未來不會來台中 我們今天做的事情 就是要挽救 台中的形象 挽救 台中的聲譽 讓這些 很勉強 來找台中表演 我們今天在做 你給你一個多啦 這樣子的事情 好時間到 再來請 市政府交集說明 好 請市政府嚴厲使用標準 以共日後遵行 好 三位 請市政府嚴厲使用標準 請市政府嚴厲使用標準 請請教唐 請到前面 請市府 請塞